人家凭什么要付你这么多钱去钓一天鱼 那我还不如自己在湖边钓 是因为什么呀 我要这一天过得很精彩 这就是我说的 首先我就会锁定在这边找 为什么呀 这边等身线的变化很复杂 就说明什么 这个湖在这边更容易产生结构 除了那些人工的 自然产生的结构 都在很复杂的这个等身线变化里 说完等身线呢 就说如何看这个 不管是淡水海水的结构 第一个呢 我讲呢 就是说一些job off的地儿 比如说这是一个水面 这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呢 有时候钓鱼的时候 你就会忘掉了 鱼都会 鱼和人一样 它是需要这个 有这个隐蔽物的 就像沙漠的绿洲 为什么动物多呀 虽然沙漠里 偶尔也会有一些骆驼经过 但是你要想找到动物聚集的地方 和它生活的地方 一定是有结构的 比如说像这个湖水里 它突然有一个深坑的地方 或者说是一些 就是break 就这样下去的地方 它水下呢 容易有结构 然后呢 鱼呢 鱼和人一样 你这个 比如说这个 经常打猎的人也知道 就是猎物也一样 它首先一定要有一个 能够藏身的地方 你才好找到鱼 你不管是你在一个湖钓 还是在一个海里钓 你首先要决定 这个地方有没有丰富的结构 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水里沉的一些树 这我就 比如说一些天然的码头 一些在水里 你知道这儿有人冲下去的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那边 政府会把这个船炸沉 我们有很多巡洋舰 就是二战的那些老巡洋舰 政府把它炸沉 就会沉到海里 这些呢 一 可以吸引人来潜水 二呢 有了这个结构之后呢 鱼就会能在那生活 这些包括北卡 北卡实际上 澳大半个也不错 它号称是战舰的坟场 为什么好也是 它有上百条战列舰 巡洋舰 就是政府人为的炸沉在那 所以呢 沉船是 像钻井平台也是 都是最好的钓鱼的结构 那这些地方扔这个轮胎 轮胎太小了 我说的结构是很大的 因为太小的结构呢 不能给 不能就像咱们坐在这 有这么大 咱们在这很舒服 对 然后 还有呢 比如说 有一些河湾海湾的 那些回旋的地方 你比如说 水流这么流过来 这里面呢 有一个回旋的地方 所以呢 鱼也会呢 有一个 就是相对呢 比较稳定 比较 能够栖息生存 对 有时候我们说的 就是说 你要想钓好鱼 你要像鱼一样的思考 就是 如果你是一条鱼 你是在这待着 还是这个水流很急 你就偏偏要在这 说到水流级 等又有我在讲 也不是绝对的 就钓鱼没有绝对 我讲的现在是常规的 所以呢 也许有时候会偶尔有大鱼在等着吃东西 但是呢 作为它日常栖息的场所 和你要想找到很多 它一定要有一个相对稳定 或者说水流 没有水流也不行 等一会儿我讲天气的时候会讲 完全没有水流 没有 钓鱼是很难弄的一件事 有时候这个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这个 鱼是一种实际上很复杂的动物 阴天 如果完全阴天也不行 完全下雨也不行 完全有风也不行 完全没风也不行 怎么都不行 很复杂 所以呢 它也带来了它的复杂的可变性 还有就是呢 比方说一些阶梯 一些大坝 所有的有结构的地方 还有一些 比方说 就是一些英乱的waterway也很好 比如说 海水从这进来 或者河水从这进来 这边是大片的开阔地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car 这些地方呢 都会很不错 是因为什么样 因为鱼有两个特性 一个呢 鱼要找到这个地方去休息 去 就像打面要生活 另外鱼就要捕食 像这种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 虽然可能有时候水流很急 仍然有时候你说 我在这个航道很窄的地方 这个waterway掉的很不错 有时候 像有时候你掉海水的striper 我不知道淡水怎么样 可以请掉一下小秋 或者说海水的一些食肉性的鱼类 通常他们会在这个 这种地方呢会在等 因为怎么样 因为比如说潮水来的时候呢 会带来很丰富的食物 对这些大鱼来讲 它就会在这些地方来等 但是呢 一会我再讲 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潮水 掉海水啊 很重要的就是要掉潮水 你出发前不要盲目 要看一下今天几点潮水 那通常情况下 不管长潮落潮 只要海水在动 比如说 现在是长潮 水往这边流 很多鱼呢都会在这个地方等着 因为什么呀 海水和潮水会把那些浮游生物带过来 那小鱼呢会追着浮游生物 大鱼呢就会追着小鱼 当退潮的时候呢 可能海水从这个背里往大海里流 那你要到这个方向来钓 因为呢 这个时候呢 背里那些小鱼有机生物又会往外推 所以呢 就是 我老说钓鱼一定是灵活的 就是说你不能说 钓鱼真的是没有绝对 你不能说我昨天在这钓了一条鱼 我今天还要在这钓一条 那就手术带过了 那可能你等死有时候 也许会有 也许也许没有 所以 这是 就是如何你选择钓鱼的场所 还有 除了 除了我讲的这些物体 就是这些实体性的结构 这些structure 包括海上漂浮的一些水草 那我们比如说钓鱼鱼 这个在我们KYS 钓鱼鱼鱼鱼很重要的一个 首先我们会用雷达去找鸟 找到鸟群 你找到很多鸟在天上飞之后呢 你也无法确认 然后我们就会沿着海上漂浮的那些水草 因为海上会漂 包括淡水湖也是 比方说这地方有很多浮瓶啊 水草啊 水草下面一定有小鱼 有小鱼就会有大鱼 它真的它就是个食物链 就我刚来的时候呢 就是我最早我学习钓麦麦的时候 就很不稳定 有时候呢 我觉得一天钓很多条 有的时候一天一条都没有 真的是有这种情况 后来我就就是 有时候你就要去想 就是真的是你找到了水草 找到了鸟 就找到了鱼 水草也是一种结构 就是总而言之呢 就是你要找到小鱼躲藏的地方 如果你想钓大鱼 才会有大鱼 如果完全都没有小鱼 没有这个大鱼的食物 你也钓不到大鱼 还有就是 比如说 如果你们去钓海湾 我现在说的都很多 都跟岸钓有关 比如说 虽然水流很急 但是呢 比如说水里突然有 有这种巨大的石头啊 或者浅滩 或者三把 这个时候呢 在它的这个三把的后面 如果水流是这么过来的 一定会有很多鱼 就是钓三把也是 就虽然它没有说 特别复杂的结构 可能它这只是一个缓坡 但是呢 因为水流非常的急 就造成了呢 这后面肯定会聚集很多小鱼 因为鱼也不愿意 一直顶着水流油 所以呢 它们会躲在这里 等冲来的东西吃 大鱼呢 也会尾随着它过来 就是总之 哎对 就是你找到结构 就找到鱼 找结构呢 Google Map提供很多这个 海底啊 或者湖底的这个情况 然后呢 说完这个呢 之后呢 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鱼饵 钓鱼的鱼饵 呃除了很多甲耳之外呢 还有很多活耳 大家钓鱼呢 呃就是 我觉得最好用的啊 就是 如果说全家一起去过一个很开心的一天 你也不记得钓多大的鱼 有两个是最有效的 一个是乌贼Squid 一个是虾 这个基本上是 什么鱼都会吃 就是说 呃带小朋友出去玩一天 一定要买一点乌贼 买一点虾 死的也可以 呃 呃 除了这些呢 还有一些更高级的一些 比如说巴雷户 我们那卖的 你们这也有吧 巴雷户 还有一些 呃 小马 沙丁鱼 嗯 马娇鱼 小个的 呃 一定要在本地的 卖贝的商店买 是因为每一个地方的鱼啊 呃 当然了 虽然说我从阿拉斯加买了几磅小鱼 可能在QS也能用 但是呢 本地的大鱼 肯定更爱吃本地的小鱼 就是要就地取材 鱼饵呢 就是说如果你能在你钓鱼的地方抓很多小螃蟹 抓很多小鱼 用这些鱼再去钓大鱼 效果会更好 我是讲活啊 就是说就地取材 如果你自己不会抓 不会撒网 你就去本地的那个卖贝的地方买 在这片水里抓出来的小鱼 钓这片水里的大鱼 是最有效的 哎 我说几个如何挂活鱼的方法 也许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 哎 比方说我就讲小沙丁鱼啊 这是一个不太像啊 大概其意思一下 画成沙鱼 对 鱼钩挂这个鱼啊 有很多种方法 最常规的就是说 大家会用鱼钩穿过它的下嘴唇上来 是不是好多人都这么挂过 对 这是一种挂法 这种挂法有一个优势 当有水流的时候 或有一点水流的时候呢 你可以放free line 你可以把它慢慢放出去 或者抛出去 因为挂在它的嘴上 这个鱼呢 小鱼会这样的摆动 更真实 而且呢 它不容易死 如果水流这么来 如果你挂的是尾巴 它挣扎着 几分钟就死掉了 十几分钟就死掉了 或者没有死啊 它没有活力了 这个 活耳钓鱼啊 一定要讲究这个耳的这个表现力 它在水里游动的越自然 越活 你越容易掉到大尾 这是一种挂法 还有一种挂法呢 如果我们船钓 我通常会挂它在这个地方 就是靠近尾巴的下面 这种挂法有一个优势 它会往下走 因为鱼 这个小鱼很聪明啊 你挂着 挂到它之后呢 它不下去 为什么呀 它也知道下面有大鱼 它会拼命在水面上挣扎 有时候 或者当你需要这个小鱼往下走的时候呢 你可以挂它的靠近尾巴的下面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往下钻 这时候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去钓着大鱼 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想让它没有什么水流 你想抛头之后呢 就让它在这个一定范围里自由自在的油 你可以挂哪样 也可以挂这个部分 也可以挂这个部分 就是不同的挂法 就是让鱼呢 有不同的游动 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呢 就是 你可以用一个线 这个鱼 用一个线把鱼穿起来 然后把这个线再拴在鱼钩上 这是一种什么办法呢 就是用线穿一下 那个那个外背的垫里有 这是用鱼就是 你钓一些特殊的更大的鱼 或者说鱼饵呢 不是特别多 你想保持这个鱼饵很活 因为鱼钩穿到嘴之后 它的那个表现力会下降 如果你用一个细线 把它那个锐个一下 它在水里游动会更自然 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 就是真的只有一点差别 就不一样 我有时候原来我就觉得这很麻烦 我永远都用这个办法 老船长就老跟我开玩笑说 他说我钓五条 你只能钓一条 我们出去真的是这样 有的时候就 你不要怕麻烦 就是说你想象一下 这个大鱼看到这个鱼 游动非常自然很活蹦乱跳 它永远也是去吃最新鲜的 就是那种半死不活的鱼 比如说有两条鱼 一条半死不活的 一条很活蹦乱跳的 大鱼永远都会被那个 活蹦乱跳的先吸引 这是指鱼的话 我再说一下虾的话 原来我用虾钓鱼 我就是直接穿一条 根本就没有想过 这虾更好话 虾 哎活虾 对咱们就先假设说是活虾 也可以这么挂 从虾头穿过来 穿虾头的时候注意啊 不要穿的太靠里 你能看到虾头是透明的 它里面有一团就是像那个 脑袋 对就像脑子一样的地方 黄的地方没有穿 穿那个它死得很快 从它前面一点穿过去 这是一种挂法 还有一种挂法呢 是从虾的尾巴这穿 不管哪种穿法 记住了 要力争穿到它那个轴线上 中心线上 因为如果你在完全没有水流的情况下 怎么挂都没事 如果会有一点水流 因为虾的游泳能力不强 它会在水里转圈 只要这个被在水里一转圈 基本上没有鱼吃 就算有鱼吃 也是那种档次很低的鱼 就是不好吃的鱼 这实话 好吃的鱼 在常年跟人类的斗争中 都变得特别 假神不好的呢 对啊对 它就 它有一种 就是 我原来我就发现 KBS的船长啊 我刚来的时候很有意思 活虾它们会把尾巴去掉 它们会砍掉这个虾的尾巴 把鱼钩直接从这里面穿过来 是 当时我有疑问 我说 这个虾本来挺活 为什么要把尾巴揪掉啊 后来我就发现了 因为海钓的时候总有一点水流 带着尾巴的虾很快会死掉 也是 它会 螺旋桨 它会螺旋桨 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 带尾巴的虾真的 它只要一没有活力在水里 这么一圈一圈转 这个东西是不是自然的 有阻力 哎 鱼一看 鱼没有见过这种证实 鱼一看 这就是假的 你在骗我 它不可能吃的 这是实话 所以现在我用虾 我也是会把尾巴砍断 然后呢 砍断了即使它死得快 效果都会更好 因为你鱼钩这么穿过来 它不会在水里这么绕圈 这是虾 那个像那个死耳呢 就无所谓了 就是 就是无非你就讲究一下 你看它这个背的时候 那个大小 比如说你要钓大鱼 那你背相应也要大一点 钓小鱼 比如说你钓了很久 都是小鱼要钩 有时候你说怎么老钩上呢 这个时候 一用更小号的钩子 二把鱼耳切得更小 就钩住了 很简单 嗯 他说你说的那个 鱼 鱼贼啊 鱼贼 就叫鱼贼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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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商店都有卖 那个呢 就是说 如果全家一起去 大鱼鱼也是小鱼鱼 就是大概有这么多 就那个男孩嘛 我相信 一盒 对对对 你可以切几刀 你可以把它切几刀 切成大概这么长的段 那个如果海钓 基本上还能钓不着好鱼 也能钓着坏鱼 钓不着大鱼也能钓着小鱼 就是garanty的 而且耐用 海里总有那些巴掌大的小鱼 游来游去的摇摇沟 小孩子也很开心 我就说我是说 就是说你如果只是for fun 但是如果咱们经常钓的就是 如果有一些目标鱼 就是说我今天 我成长钓某种鱼的时候 要讲究一下 这是指那个鱼饵的情况 还有就是用那个小螃蟹 小螃蟹 我不知道咱们这边海钓的时候用不用 很多鱼对这个 就是咱们拖得刚讲话 那奇子蟹啊 像奇子这么大 就这么大 是最好的 这个很多 那个卖被的商店也都有 螃蟹呢 就螃蟹更不会画了 螃蟹更不会画了 大概就这样吧 大概就这样吧 这有两个夹了吧 螃蟹挂的时候呢 因为它壳很硬 你就记住了 通常从这条腿的这个腿窝穿过来 从下一个腿穿出来 螃蟹是很好的背啊 好 原来我觉得什么鱼吃螃蟹 螃蟹这么硬 Snapper 从小的这个钓鱼到大的Tuffer 甚至到石板鱼都特别爱吃螃蟹 包括这个 像小董我们原来钓那个大的 Martin这么大 Martin也非常爱吃螃蟹 你解剖它的时候 你发现它胃里有很多小螃蟹 大概就奇子蟹 这么大 不能太大 你这么大不行 这么大 你切开了 自己吃了 小一点 虾 螃蟹 乌贼 还有那个Sephide 对 就是反正 羊头鱼 对对对 Sephide也很爱吃螃蟹 很多鱼实际上非常爱吃螃蟹 我也爱吃 你取决于螃蟹 还有你钓的鱼种 通常我不太建议 你这个鱼钩比背大很多 因为每个厂出的都不一样 比方说你要说VMC就是四号五号 对吧 但是现在鱼钩的分类很乱 有的你说这个四号可能比这个四号大很多 大概其就是你看着你自己这个鱼饵 你这比方说像这个比例是对的 你如果这么大就不对了 肯定的 就是差不多 我觉得钓鱼啊 也不用特别拘泥于我一定要用多少磅 我一定要几号配几号 有时候就像我说小董说 有的美国人真的是用秤去拉这个DRAG 这个测这个三分之一这个规则 但是一般你用手拉一下就差不多了 不需要那个那么完全数据化钓鱼 我觉得也没有意义 说一下那个包括一些背的挂法 也很简单的啊 比如说像你买那些大的那些鱼 有的鱼比较大需要切一下 切的时候呢有一个原则 这鱼钩 你基本上也是要把它切成细长条 这是一种切法 用来钓比较大的鱼 或者说你要把它切成一种 块状的 来钓比较小的鱼 但是呢如果你想钓比较大的鱼 原则上就很简单 你要把这个鱼耳切成一条鱼的形状 细长条 这样呢也会中细鱼 钓鱼就是有时候啊就一点不同 好的船长老船长就有一小点不同 就有巨大的鱼耳根 就是有时候你跟别人差 就真的就差就就那么一小点 就就仅仅一小点而已 可能比方说今天他不吃这种 还有就是你要灵活 比方说今天他不吃乌贼 鱼有时候真的也很怪 比方说我指的就是不是说钓 那个小鱼任何时候都吃东西 比方说你钓某种钓我们钓snapper 他有时候今天就不咬了 比方说不吃巴雷糊 那你就要试试另外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可能用沙丁鱼用puture 可能今天也不吃沙丁鱼了 我们就换拼沸 钓鱼的时候你永远多带几种耳 永远都是好的 就有时候呢还有就是 比方说你用这个乌贼钓的挺好 突然他不咬了 那你就换拼沸 因为拼沸是钓的挺好 他突然又不咬了 因为鱼没有咱们想的那么傻 而且呢大鱼总是在小鱼后面去观察 比如说他发现 诶今天来吃这个puture的鱼都被抓走了 他真的鱼真的没有那么傻 这个snapper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鱼 我在我们家马德下做个实验 你拿一个活虾扔给他他立刻就吃了 你都不用鱼钩 你用绳子拴上这个活虾扔下去 他不但不吃就都跑了 这说明什么他可以理解 线和虾的关系 带着一根细线的虾 他们觉得这个危险不能吃 这个真的是这样 你看见了很多人被抓走 去找我钓鱼 我可以表演给你们看 一个活虾扔到水里 瞬间就被那个这么大的snapper 给分掉 一个带着细线的活虾 所有的鱼都散开了 都躲 都害怕 钓鱼呢就要改变 要经常改变